Hello Traveler, I am Devocat Here is my view Where of Tormat We just open the city caption here 這是我的苦痛之輪折磨術士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技能都是站著吃 只要那個技能不是這對我造成持續傷害的話 任何只要是直接傷害的 對我基本上都不曾威脅 因為我在引導鬼焰的時候 有幾乎80%的總減傷 沒錯你沒聽錯 我測試了過後 我本來會打我4000的傷害 我在鬼焰期間只會打我800左右 你就知道這個流派基本上 在350以上的浮化值 我目前都是逛街逛過去了 然後有觀眾說玩我的view 現在已經可以到500多浮化值了 這個view真的非常強勁 不論在防禦、跑速以及傷害 以及輕途效率各種方面上 他都是很平衡的 什麼都有 打低層4難度也都是一次直接過去 不過他有的一個問題呢 就是你的防禦面全部來自於 你引導鬼焰的時候才會有 導致你的魔力問題出現 那這些魔力問題呢 我本來想要再認真去解決它 但是那還要搞很多很多的裝備 但是有趣的是那些裝備 其實都不難弄 也就是TC魔力 打在所有的裝備身上 不過呢 我想要先去玩死靈法師了 期待我下一隻view 今天還是死靈法師的幽魂領主罐 READY TO WORK 哈囉我是火貓 跟大家介紹這隻苦通之輪 後期的術士 然後 這隻流派呢 他使用苦通之輪 後面是我想的 所以他可能還有一些改進的空間 然後有些事情我還想做 所以之後可能還會有一隻更新版本了 但我想要先去玩幽魂領主 然後這幾天真的是 就是我這兩天玩這隻角色 真的太多人來敲玩了 然後趕快把這隻先拍一拍 然後我也剛剛練到了99等 這隻角色呢 我可以跟你保證 在目前當今的這個版本的最後紀元 輸出生存跑速 一切都是最高標的一個存在 輸出可能比不上一些不要命的流派 比如說像迅運者 我只是那種什麼全身 全身都是傷害的重德那種 但是這隻的防禦面 絕對 跟他的傷害那些均衡度 絕對是值得你去玩的一隻 然後 來吧 我們來看一下技能 跟他的差別 那我們在這個基礎上 一樣就是 我們的主輸出 是劣系的 劣系的折磨 但是 你可以看到 我們換了很多技能 首先 多加了靈魂聖宴跟 冥府裂瘋 那我們不要了 白骨詛咒跟血液 玻璃 那也還是可以用 那我等一下會解釋 為什麼會這樣子的改變 第一個 幽魂之宴 這是我們 火車的重點 因為這個幽魂之宴呢 在點了天賦之後 你引導他反而會跑更快 你看呢 我的跑速很明顯是更快的 但是這個有一個缺點 就是你看 看我的魔量 我的魔量其實根本就完全不夠用 對吧 然後 我在平常刷圖的時候 魔力是很夠用的 但是打王的時候也會有這個問題 那這是永恆的問題 這是絕對會發生的問題 因為 幽魂之宴有一個 有一個副作用 就是在進行引導的時候 你無法恢復魔力 所以你在幽魂之宴的時候 你的魔力永遠是負成長的 你的魔力就是會快速往下降 那這些有很多方法可以去解決 在一開始我的流派沒那麼順暢的時候 我可以放很多鬼焰的 這種鬼焰魔力效率上去 這種鬼焰魔力效率會大幅度的 讓你整隻流派更舒服 那為什麼要選鬼焰呢 除了他跑速跑得更快之外 最重點就是他給了 驚人的防禦力 現在我的護甲1450 閃避107 我的閃避變成7400 現在所有攻擊我都有88的機率閃避 在我引導的時候 這來自於這個幽靈形態 引導鬼焰的時候 每個智力會增加你的躲避值 另外引導鬼焰也會增加你的總躲避值 然後再配上這個 引導鬼焰的時候 你的所有的躲避值 都會轉化為護甲 雖然這邊不會寫 但我其實實際上大概有8000多護甲 這等於我的全部受到的傷害 全部受到的傷害都會 比如說我可能減傷50% 那全部受到的傷害 58乘以0.7 所有受到的傷害都是35%起跳的減傷 那不只如此 這邊還有一個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的一個天賦 引導鬼焰的時候 總降點燃咒石流血敵人對你造成的傷害 受到的傷害減少40% 引導鬼焰的時候 總降煮造敵人對你造成的傷害20% 跟這邊 引導移動速度加20% 引導消耗加50% 所以它會讓你的消耗很嚴重 你的消耗問題會變得嚴重 但是這裡 引導消耗-15%的每一點 引導師移動速度-28%每一點 這個你在前面不舒服的時候可以點 但是它會讓你的跑速變很慢 那你後面舒服一點的話 你可以 就可以改這個移動速度加30%了 裂系 這個裂系是一樣的 一樣的東西就是 撐絕對浮化抗性 然後增加你的折磨的傷害 跟這裡暴力加成 增加你全部的 冥府裂系 跟它施加的異常折磨的傷害 這邊東西加一加 然後這裡點一個 45%更多折磨傷害 然後這裡加個持續時間 那你不能 你不能不點的就是這幾個節點 那這個4個 4點跟這個靈體頻率 這邊都是可以捨棄的 這兩個都是可以捨棄的 所以你如果等級沒有那麼高的話 這兩個就不要點 你只要21等的冥府裂瘋就夠了 飢餓靈魂 我們主要就是拿 直接施放飢餓靈魂的時候 對被殘剩的敵人 有持續傷害的總增 這總增是40%更多 增益持續時間8秒 然後這裡被擊中的時候 會施放飢餓靈魂 那就點一點 然後這裡 我本來有點這個擊殺 他預值15%啦 可是 這個真的是 這個靈魂 飢太慢了 他飢得太慢了 那個斬殺 那我後來都是用轉移來拿 然後就一些 該拿的東西拿一拿 武力消耗 讓你舒服一點 那如果你點數不夠用的話 你就是 從這裡拔 從這裡拔都可以 那這個就是一定要點滿 因為他這個重點就是加我們48更多傷害啦 靈魂聖焰 你要換成靈魂聖焰有一個很大的限決條件 就是你必須擁有苦衷之輪 苦衷之輪效果 你在直接施放靈魂聖焰的時候 會對自身施放折磨詛咒 每10點智力則額外 將其施放給一個附近的敵人 我現在有90智力 所以我可以放附近的9個敵人 然後直接施放靈魂聖焰之後 你還可以拿到極速 然後增加極速對你的效果 所以我放完之後 我的跑速會變得超級快 你可以看 靈魂聖焰這個技能 本來他必須要有 敵人被詛咒才可以施放 但是因為我們在施放靈魂聖焰之後 會對自身折磨詛咒之外 還會對附近的敵人施放 那你就會變成 剛剛前面影片的情況 你就可以 全地圖清圖 他的弱是很多的 你可以看到上面的 4技法術技能是1到3弱 然後智力是9到15 極速是45到63% 然後腐化抗性穿透是最誇張的 15%到90% 怎麼抗性 然後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個傳奇潛能 我在等打到一把 T7的暴力加成把它打上去 但我一直就是打不到 也沒辦法 最重點就是這個 你到達目標地點可以施放白骨詛咒 雖然白骨詛咒本身對我們沒有任何傷害 但是因為數次的專精效果 沒中 詛咒會有5%更多傷害 然後就其他正常的 白骨裝甲 轉移會點的東西 冷卻時間 急速 然後這個斬殺鬱質 只要敵人低於15%血以下 就連王都是 你只要直接踩到他臉上 他就會直接暴斃了 然後 對 腐化抗性 好 該點的點一點 我需要一個一個臭命嗎 因為速式的專精真的太強了 就是該點點點 那這邊我有特別多點一個生命偷取 這個生命偷取 你也可以拿這裡的生命偷取就可以了 其實應該是一樣的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競技場試的時候 這個東西的偷取好像 跟這個不一樣 因為這個我都偷不滿 但是這個會瞬間偷滿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錯覺 你可以自己再去調一下 然後 對啊 就是一些正常的東西 然後記得 記得我遇到最多的問題 主播請問一下 為什麼我 為什麼我打一打怪我會暴斃 為什麼我打一打怪我身上會 二十幾乘三十幾乘咒死 因為你點了這個 你獲勞擊殺的時候 你會咒死自己 不要點這個 你點這個 你沒辦法處理它的副作用 這個要能處理它的副作用的話 你必須要做很多的投資 或者你就是要接受自己 會一直被扣 我當然不接受 所以就不弄了 因為它那個增傷也沒很多 然後改點 然後這邊我今天還是想點這個 腐化傷害 那腐化傷害其實 1.12%蠻多的 那點數沒那麼多 你就少點一點傷害就好 因為正常來說 你打100腐化值以下的地圖 也都是黏過去對吧 裝備 苦痛之輪 設計新出的一個裝備 那很明顯是特別設計給 數字使用的 它的弱很高 它的弱真的是 很屌 加三等 然後下面又 八九% 浮花穿透 這裡 我這個 我這個 苦痛之輪呢 就來自於 這個昇華符文 隨機把一個物品 轉換為 同類型的暗金 或者是偷裝物品 但是它 任何的基底 都可以變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我是不是要特別找 跟這個一樣的基底 沒關係你就直接這樣子 直接這樣子 趕快趕快按下去就好 然後不對就丟掉 好 我這邊看一下會不會做影片做到剛好有 而且我還暗處有孔樹的 因為這個苦痛之輪 其實應該是很難噴的東西 這幾把我都已經看過好幾次了 因為我預言都是選 雙手長杖 很可惜沒有出 看一下我有沒有補存 還有兩把 剛好剩下兩把 加一 腐化 都沒有 都沒有 運氣不好 好 來看其他東西 換骨盔 畢業神裝 打孔樹之後 前任職啊對不起 傳奇前任職 然後你再去拿一個 浮化抗性把它打到上面去 基本上就是追求它的落值再更高 然後浮化抗更高 比如說可以到個 可能120%浮化抗 然後就徹底畢業了 就不用再弄一些有的沒的 每3%位上線的死靈抗性每秒護盾 它是我們的護盾值的關鍵 因為我們的浮化抗 突破天際 然後它也會讓我們的ES 突破天際 你可以看到我把它拖下來的時候 我的ES應該會剩下1500左右 好我們繼續講 暴擊加成 浮化抗性 然後基底是使用骨質護身符 這些都是可以選擇的 身體 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冥府裂縫 這裡的四等啊 這邊都是可以不用點的 這裡都是可以不用點的 所以這個衣服 其實你可以去考慮說 使用 我是認真的 用魔力的 紙裝 因為我剛剛有打到一個 我剛剛想說 欸對這個其實 其實可以換 它是 剛好跟我這個 冥府是很搭的 你可以用刺力 你可以使用 這種有魔力的 生命也可以啦 生命也可以 可是沒有到特別好 活力 欸我剛剛真的丟進來 活力也可以 這個這個 魔力的 T6 T7 都是給100魔力以上 那這個 100魔力呢 我現在魔力也才200 這個100魔力 會直接讓我魔力幾乎翻倍的情況下 我的鬼焰會 引導的更順暢 雙戒指 俯抗 俯抗 持續傷俯抗 然後 腰帶 俯抗 跟 我上面有拿一個 使用藥劑的時候 獲得法力 然後提高魔力再生 這個來自於 實驗事實 也就是你路邊遇到那個 符文監獄 裡面 蹦出一隻流亡法師 這個就 可以拿啦 因為 我 這樣子的話我的 如果我臨時磨乾了 可是我又一定要 引導一個鬼焰來 閃一個技能的話 我就可以 喝水 然後來 硬是 再維持個 一米兩秒的鬼焰 所以 這對我來說還蠻有用的 手套 任何手套都可以 俯抗 然後有持續傷都可以 那這個 被抹滅的牆寶 只是因為我剛好 撿到他 然後我 給他生的很強 那順便提一下那個 編制者意願 上面的數字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上面的編制者意願 有寫18的話 就代表 他會隨機出現 18次 那最多就 只能出現四個詞 每一次 打怪消耗 他都會隨機升級一個詞 或是出現一個詞 那最多四個 那我這個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出現持續傷 然後出現智力 跟跟鬼一樣 移動速度 浮發抗 智力 前面那個力量最好換智力 然後高一點 這邊 這個遺物呢 很多人會一直 在討論說 這個遺物 是不是有其他的選擇 像這個最為人所知 就是可以用龍之星 那我一開始 也覺得說 應該這個流派 是要使用龍之星的 但是其實我用龍之星 我每次施放 他大概給我 大概多給我7080的ES 其實這個是很強的 而且他又會給我一個 腐化等級 跟施放速度 這些都是我用得到的 但是 今天問題就是 他沒有暴力加成傷害 我這個流派 其實沒有那麼缺 生存 所以我其實需要 是暴力傷害加成 跟腐化抗性 這些來加我更多的傷害 那我當然希望 就是上面如果有 俯抗或爆傷 我會立刻改用龍之星 但是如果沒有孔的 龍之星的話 我可能就不考慮使用了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上面有一個 三球魔力 因為他核失敗了 他是核失敗的 那這邊我還有一個 有孔數的 準備要跟這個隊合 那最好就是 能夠核到暴力加成啊 這個是我本來在用的 這個強度跟 一般的金裝 我覺得差不多 如果你磁開得好的話 可能會比龍之星還強 但是你要開得 真的真的很強 就是有俯抗 有爆傷 那個有點要求太多了 那龍之星 大家還是可以去刷個一孔 然後去盡量把 一個暴力傷害 打在他上面 就算是一個畢業了 神像 俯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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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俯抗 而且我這個其實我只打到一個 我後面都沒有打到一個 俯抗那麼高的 俯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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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俯到骨子裡 講完了 這流派真的很強 俯抗 我是武毛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待會兒說 終於你探訪影片